从股以外经营者的品德 以及将来的潜望 涨望 有希望的 你假如说没有希望的股票 我们也不要去摸它 镜头前开侃而日谈 他就是绰号阿土伯的股市名人李金土 纵横孤海超过50年 曾三天就赚进1亿元 但7号却惊传病逝 想其受90岁 什么事不宜没有 不要贪心 不要听心聊言 不要融资 亲自传授挑股秘迹 让许多股民受益肥浅 阿土伯从33岁开始投资 累计身价上看10亿元 强调只要遵守四部原则 就可以做一个没有烦恼的股民 他在资本市场上面 相当的活跃 也很热心 参与了非常多的股东会 然后也是一个很极其心态的投资者 每年鸿开股东会 阿土伯几乎没缺席 和创办人郭台铭感情深厚 也常常为散户投资人发声 犀利言辞也被封为是散户的代言人 不过私下的他其实还有这一面 阿土伯曾担任异校50多年 还协助打仗 2021年11月就花费1亿元大方捐赠 桃园基隆云林新竹 还有花莲共5个县市22辆的消防车 并持着热性公益和回归社会的精神 台北市消防局也发问调念 感谢阿土伯生前对打火弟兄的照顾 阿土伯的离世家属低调不愿多谈 一代股神的医生也在这儿 画下一个据点 近期文综合报导